哈喽朋友们,韬光玩具箱又和大家见面了 昨天我专门去了一趟万代开仓的现场 还特意拍了一些现场实况视频 分享给没时间去或者以后想去的朋友 本人是带着韬光钱包的目的去的 至于韬光了没有 快看下面的节目吧 本月北京的万代开仓选择南三环 到地方我一看 这个环境,呃,场地租金应该不太贵吧 现场的情况和想象中的差不多 入口处有一些顾客在排队 但是人不算太多 一方面已经是开仓最后一天 另一方面受异兵影响 所以很多人也不愿意到处乱跑 到达场地之后我立刻去取号 票号上注明了预计入场的时间 大概了一个小时 工作人员说 如果人不多可能会提前放人进场 不过我看其实迟到关系也不大 号码还是有效的 我推荐下次想去的朋友可以选择中午的时候到达 等号的时间吃个饭很合适 轮到我入场后我就直问主题 先找圣衣神话 毕竟主要看神话和龙珠嘛 一进门右手就是放神话的架子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哈迪斯本哈喽 想要不看到其实也蛮难的 毕竟它占的空间最大 随手翻了一下价格 1480元 好吧 这个价格真的能卖出去吗 我有在旁边小小观察了一下 看老哈的人倒是不少 不过打包的人真的就是寥寥无几 毕竟大家也不傻 在这里一半的人在选商品 另一半的人呢 则是在刷咸鱼查价 除了哈迪斯 还有另外一个滞销大王重生独角兽 售价470块 还是代理版 很明显这货也是来区库存的 除去这俩以外呢 就剩下一盒港版黑虎 这个黑虎是 好可惜 1050元的价格 也是偏贵 再加上盒子已经被万人摸过 我预计它的最终命运也是卖不出去 其实整体看下来呢 这些价格呢 都不是特别优惠 没有期待的那种扯头发抢东西的场面发生 不较遗憾 和神话相比 龙珠SHF的东西呢 价格还算可以 比克大魔王金鸟队长 午饭的价格呢还算不错 让我意外的是 我看到一个顾客选了一个比克SHF 之后拆开发现中奖了 工作人员认真地帮他看过以后 居然给换了一盒 说好的中奖自负呢 开个玩笑啊 其实这样才是正常的嘛 国内玩家真的蛮苦的 除非是旗舰店 不然万诞的东西中奖基本上只能自己消化我 所以我建议下次去开张的朋友可以当场验货一下 有问题可以找工作人员 还是可以更换的 这个呢也是价格一般的情况下 现场买货最大的好处了吧 除去我比较熟的神话和龙珠SHF 剩下的呢 我只有围观的份儿了 老实说啊 我喜欢的在万代的生产线里很明显都算是边缘群体 那一排排我叫不出名字的高达和假面什么的 真是看晕了我 还有海贼景品什么的好像也蛮受欢迎的 在这样的卖场里价格好的和不好的对比很明显 价格不美好的堆在一起少有人为观 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还能看到一些中年人身影 他们大概都是来陪孩子当钱包的家长 让我好生羡慕啊 想起小时候我家长都是把我拽离商场的玩具区的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赚了一串能引起我购买欲望的商品真的是寥寥无几 幻想中的闭眼买买买的场景 终究还是没有出现 价格让我一致 我溜达到收银台想蹭一下别人购物的满足感 居然让我看到了有人买了哈迪斯EX 当时我就有冲动去和他说 买我家里的那个港版哦 比你手里的这盒还便宜 因为怕被工作人员赶出去就没有真的这样做 其实场地真的不大 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除去价格没有什么优势以外 商品的种类和新款数量也不够吸引人 在这里感受气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总的来说 看起来还是高达什么的更受欢迎 更好卖 我看到有好几位猛男抱着好多盒去结账 旁边的路人也不禁吐槽 请问是不要钱吗 我本人也一点不能高达 印象里他们不是挺贵的吗 怎么看价格都这么便宜 尽管没什么购买的欲望 但我也不知不觉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临走时两手空空的感觉也不太好 所以我就顺手买了两个眼镜厂的 新时景品 OK 到这里呢 那今天的看望运商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分享一些经验给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